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data,有X,有Y,dependent variable,有所謂independent variable,字變數跟因變數 那老師一開始跟大家說過,你可以在出筒上面看到的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裡面,這裡有資料分析 那這資料分析裡面最簡單,我們一開始回歸分析,我們會去看它的相關 對不對 好,我們會去看它的相關,那馬上就知道這個相關係數,X跟Y之間的相關係數到底有沒有關係 但請要記得,老師一再強調,X跟Y的因果關係不是用統計來決定 好,記得這一點,那類別標記軸上是在第一類,就是有變數名稱是在第一類 輸出心的工作表確定,那馬上可以知道X1跟X2相關是0.384 那跟Y是0.93,X2跟Y是0.652 這個相關還蠻顯著的,看起來跟Y之間的 所以在這個工作表上面,我們就可以做回歸分析 你認為這個相關是有用的,然後我們就回歸分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回歸分析的第一個Y,我們要Y是這個 然後X是什麼,X是這兩個 第一個是變數名稱 所以我們可以明顯知道,標記是變數名稱 常數是不是為0,是一種專業指示 你到底β0是不等於0,或者你可以讓它去test 信賴度,α等於0.05 所以Competence,信賴度是1-α 信心水準1-α,你要不要輸出新的工作表 殘差,殘差圖,標準化的殘差 還有樣本回歸圖,然後常態回歸圖 這個都是我們上上禮拜有教過大家的 你可以勾起來,然後讓它去看 我們現在都還在統計的範圍 那馬上就有這些圖出來 不論你runsps,不論你runsars,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常態機率圖,我們希望它在45度 這個還可以 那X2跟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常態機率圖 那X2跟Y之間的關係 你就可以看到它相關是0.6左右 那X1呢,在這裡 X1可能就會比較好一點 X1比較屬於直線 再來殘差呢 殘差圖在這裡 在0的上下跳動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殘差圖在這裡 跟X1也在0上下跳動 所以這個還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R的倍,這個是R 這是相關係數R 那這個呢 是R square R平方 R平方 這個是矯正向的R 我們跟你們講 用自由度矯正的 標準差 然後觀測個數是10個 所以這個是SST SSE 好 這個是SST 不SSR啦 抱歉 這是SSE Arrow 然後這是SST 這兩個加起來正好等於SST 所以你看到這兩個加起來 這兩個加起來正好等於4734 所以 平方核除上自由度 4649除上24等於2324 85除上70等於這樣子 這兩個相處就等於F F的顯著性水準 這個就是PValue 這在統計上面就是PValue 那PValue怎麼樣 以這個來講 這個PValue的值 原小於 原小於0.05 0.05 原小於0.05 這PValue 原小於0.05 就等於拒絕H0 拒絕H0 什麼是H0 就βI等於0 所以這每一個 每一個βI都不會等於0 那P值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P值 都是顯著的 都小於0.05 後面有上線下線 這個大家都可以知道 它的T的統計表 然後係數在這裡 回歸係數 這條回歸值線是18.01 加上1.17 乘上xy 加上0.05 乘上x2 然後這個是預測值 就在這裡 好 這很簡單的 不論任何軟體 都可以做出來的一個回歸分析 很簡單的 這就是基本上出統的回歸分析 那所以還記得 老師有跟大家講 像這樣子的回歸分析 我們在Excel上面還有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畫圖 什麼畫圖 插入 我們先畫圖 畫這一個 x1跟y x1跟y 插入 在這裡 我們畫的是散步圖 散步圖的這個圖 你就可以看到 x1跟y之間是這樣子 x1跟y之間是這樣子 老師有跟大家說過喔 你點上什麼 這個點 對不對 然後按右鍵 有一個加上趨勢線 有沒有 加上趨勢線 好 加上趨勢線 好 他這個devote是這條線 那你可以 圖表上顯示公式 你就可以看到這公式 在這裡 好 這是一個加上趨勢線 有沒有問題 好 但這只有一個喔 x1 加上趨勢線 R2是0.8822 你也可以認為它是指數 你也可以認為它是線性 你也可以認為它是對數 你也可以認為它是多向式 或者沈密 因為它不是時間序列的 所以沒有移動平均 好 沈密 多向式 多向式你可以認為它是2次 3次多向式 而3次多向式更好 4次呢 4次跟3次 以這來講 3次多向式可能比較好 好 好 那對數呢 一樣 好 對數取log 然後再來呢 線型 然後指數 好 這指數的 所以 這五個線性模型 指數 線型 對數 多向式 沈密 那當然你這可以向前向後推 我比較推六期 向後也推六期 好 也都可以 指數 向前向後推六期 線性 對數 多向式 沈密 因為我這個不是移動平均的東西 所以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 好 不是時間序列的東西 移動平均我們待會可以看 所以你就可以去比較哪一個模型 比較適合你這個數字 這叫加上趨勢線 這都還是在統計的範圍裡面 你馬上就可以看出這個 model 的東西 很快的就可以看出它之間的pattern 好 那這中間所謂線條的色彩 線條的模式 光影啊 什麼這些種種 就是條格式 好 那我就不一一的講 我只是在講模型 好 那加上趨勢線完以後 你就可以做預測 你就可以知道模型的好跟壞 然後做不同的比較 好 那所以這個加上趨勢線是一個蠻好的 蠻好的那個 好 這個東西完以後 我們上次剛剛有跟大家提到的什麼 有跟大家提到的資料彩礦 資料彩礦很簡單的 在做回歸分析裡面是屬於什麼 估計 對不對 估計 然後我按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以後 那我要選資料範圍 或者我資料表 或者外部資料來源 這些都可以 好 那以這個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可以選取資料 我這裡選取資料 我資料範圍是這個 選取資料範圍 然後我按下一步 好 這裡就出現了 你要分析的資料是什麼 我要分析資料是X還是Y 我是Y 然後把Y證勾掉 好 這裡告訴你X跟Y 他這裡沒有選上 你可以打勾 他這裡還可以有建議 等一下看建議 他因為是用False Regressor 就等於Stepwise 逐步回歸分析法 幫你去找到重要的變數 他這裡就有告訴你 他的重要性 X1的重要性會高於X2 分數scope 他這裡根據他的重要性 來選變數的重要性 他如果這兩個都重要 我按確定 所以他就把這兩個勾起來 知道齁 很自動 好 那我選參數囉 參數 再做估計的方法 Data mining 告訴你四種分析方法 決測數 線性回歸 邏輯式回歸 類神經網路 這我們一一都會教大家 那我們這次要教大家 是線性回歸 線性回歸 False Regressor 就是告訴你 X重要的變數 對Y來講 然後他把它放上去 好 那這個 Input Attributes 好 就是X X最多有255 這裡預設啦 不是最多 最多可以到65535 個變數 Output是Y 多元回歸的話 最多也可以255 他可以到65535 好沒問題 我按確定 確定完以我按下一步 你要不要測試 因為個數太少 我先不要測試機 好了 0 我按下一步 那這是資料結構10 你可以把它打上 資料結構 回歸 這都可以自己寫 這都可以自己寫 這個寫是告訴你 這一次Round的模型的結構 你下次還可不可以用 可以 所以這裡可以敘述 完成 完成 完成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回歸係數 就出來了 這個跟剛剛會有差異 大家可以看到 跟剛剛這些資料 有沒有差異 有 這裡是18.019 1.17 0.05 好 大家看 這個是18.047 不是075 1.17是OK 0.05接近 所以 不完全一樣 但是很接近 係數很接近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Denum Mining 所求出來的 跟你用最小平方法 或統計上面 中間有一點點差異 那還有一個相依網路 Y跟X之間的關係 你就可以看到 到底 假如變數多的話 你馬上就可以看出 哪一個變數重要 我往下拉 最強 結果發現 越往 關聯性堅強的地方 你會發現是X1最強 再來 慢慢慢慢是X2 再往上是X2 所以 X1的影響程度 是大於X2 這個沒問題吧 用視覺的話 就可以看出 X1影響X2 好 然後這中間 Y 他都是對Y 都是對Y 結點 好 他這個是 X1預測Y X2預測Y 兩個 好 這都沒問題 這個都可以把它 這是決測出 這個是 關聯規則的相依網路 然後這個是回歸模型 好 這個是怎麼去看這個回歸 大家可以看到 跑過來這裡 我們用精確圖表 下一步 精確圖表 我要來看這個回歸 剛剛我取的這個回歸 估計1 這個回歸到底準不準 我按下一步 你要來看 他預測的行程是什麼 Y 好 來自測試資料 我沒有測試資料 我用資料範圍 我選 我就選這個資料範圍 就是原先的這個資料範圍 沒問題 確定 那我有 標頭 在這裡 我按下一步 好 他就告訴我 要對應 我X1對應X1 有的時候你變速名稱不一樣 你可以對應 這裡是有不同的對應 X1對X1 X2對X2 Y對Y 完成 好 你就可以看到 這條回歸直線在這裡 那預測值在這裡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把資料輸進去 他就可以幫你做預測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大家懂我意思 新的資料剛剛輸進去 他就可以幫你做預測 好 這預測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是什麼 紅色這一條 Statamining 預測出來的 藍色的這些點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加上趨勢線的道理 線性回歸 你會發現什麼 看起來很密合 好 但中間可能還有些差距 這是一點點的差距 好 這就是Statamining 這之間的 那個 跟統計之間的主要的差異 好 那在工作表役中間 我還可以再做什麼 還可以再做查詢 我這些資料假設是新的 我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 我讓剛剛的這個模型 再按下一步 我選的新的資料表 新的資料表在這裡 假設這是新的資料表 確定 然後按下一步 一樣對 對起來 我按下一步 你要輸出什麼 我要輸出預測值 我要再輸出什麼 我要再輸出 預測值的標準差 我要再輸出什麼 我要再輸出 預測值的變異數 然後還有一個 輸出預測值的Support Support 因為我們後面才會交 所以我現在先 那個不給大家 或者你自己寫也可以 或者你這裡可以寫個參數 好 那這都沒問題以後 大家看在這裡 輸出這三個 輸出這三個以後 按下一步 輸出到新的工作表 或負在後面 假設負在這後面 完成 這個就是預測值 這就是標準差 這個就是什麼 變異數 這個的平方是等於這個 所以其實都差不多 標準差跟變異數 然後這個是預測值 該長的預測值 你馬上就可以把它 那個什麼預測出來 這樣子比我們在網任何東西都方便 我有一個測試模型 在這裡上面 我們做查詢 精確度查詢 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可以去測試 我這條回歸直線 好跟不好 這條回歸直線好跟不好 相依程度 然後資料量一大的話 我就可以做不同的測試 好 那你這當然可以複製到Excel 你剛才講複製到Excel 就在這裡 那甚至剛剛講到的 這個 這個模型 決測數 這些東西我也可以複製到Excel 這沒問題 決測數的模型 精確表 也都在這裡 那這個是預測 這是剛剛的預測 實際值跟預測值在這裡 好 那 你馬上就可以看出 這個之間的差異 跟統計之間的差異 剛剛講的這是統計 那統計做了很多hypers testing 但Data mining呢 就簡簡單單 看資料的適合性跟模型的適合性 所以差異在這裡 好 這是那個 我們 兩個禮拜前 告訴大家的這些 我想你們應該記憶猶心 所以 以後 你不管 以往來講 你比較熟悉的可能是這個 比較熟悉的這個 但越來越多 以後 你很可能會 要熟悉什麼 像這樣子相依網路 還有這些 他很快速的就可以幫你分析出來 那 今天有給大家一個 Data 這比較多 有1000筆左右的資料 好 1000筆左右的資料 是類似的 好 你現在就可以根據這個去run 因為 1000筆左右的資料 我可以去分剛剛講的Training Data Evaluate 好 Evaluation的Data 跟Testing Data 那大家可以看到 資料採礦 那我可以做估計 下一步 那我做資料的範圍 資料的範圍 就這三個 好 那我這裡是一直到1000 1000 好 1000以後 下一步 你可以發現 我這個要測 這是Y 一樣 參數 這裡東西我是按線性回歸 確定 好 下一步 這裡你要留多少 當Testing 我留30% 就300個左右 按下一步 然後按完成 結果就出來了 我剛才是run 十幾筆資料 那現在是run 1000筆資料 趨勢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看到趨勢差不多 18.912 0.11 0.53 這是趨勢差不多的 那相依網路也是一樣 趨勢差不多的 趨勢差不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來講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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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於x1 反而不是 大家看樣本大的話 你會發現 不是x1比較重要 反而是x2比較重要 決策書上面 你這個來講 反而是x2比較重要 好 那這沒問題以後 你就可以看 精確矩陣 精確矩陣 下一步 那我們選這個 然後我用的是什麼 Testing的資料 這300個左右的資料完成 那你就可以看到300在這裡 好 那這300的預測都在這裡 好 這些300的資料 30%的資料都在這裡 好 30%的資料 其實你也可以按 按上去好 按右鍵 加上趨勢線 然後線性回歸 這幾個 Feed的很好 但是 這兩條 統計跟 統計跟Data mining Round出來的相關性 高達0.9969% 就很接近 當你樣本一大的話 這兩條就很接近 但是不是完全一樣 好 那你這當然也可以用什麼 我剛才講的查詢去做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查詢你當然選資料範圍囉 好 我這裡再告訴大家 嗯 我們這裡先要到資料表這裡 好 那我們就查詢 下一步 下一步 那我這裡就選資料範圍 資料範圍也選 我只選這裡好了 我不要選一千個 我是選這幾個 新的東西 然後我有資料表的標頭 講到這裡 我就再跟大家講一個進階 假設你會寫程式的話 剛剛那整個過程你按進階 記得 你按進階 我上次有教過大家 SEQL 這裡就有SEQL的語法 就有SEQL的DMX腳本 可以做預測可以做什麼 這次教你寫SEQL語法 進階在這裡 那你直接可以把這個東西去抓入SEQL裡面 就更複雜了啦 你就可以寫 比如說我跟你講 你run好這個回歸程式或相關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抓到SEQL裡面 去寫 大家懂我意思 不是Excel啦 好 那你可以 你以後可以run更多的資料 這個是寫程式 你可以用Darnet 可以用什麼這些 再去做更多的程式結構 這就在這裡 那這當然也不會在我這裡 教大家就昏掉了 很多人假設有興趣再繼續深入寫程式的話 你選取模型 還有選取資料要加什麼東西 然後在這裡的話 它有一個DMX 等於就TSEQL的東西 你可以去做 還有編輯查詢 也就是說進階在這裡 它本身就是一個什麼 SEQL的語法 記得喔 這就是SEQL的語法 所以它強大就強大在這裡 它可以跟SEQL去結合 你這個就可以 還記得我們第二堂課左右 就告訴大家 怎麼用SEQL Server去做 Management Studio 跟Business Intelligence 那那個方面就直接去用寫的 而不是我們用Excel在做的 記得這一點 那我只是先順便告訴大家 以這個來講就是說 我們該講在查詢的過程當中 查詢的過程當中 我選取資料完以後 記得選取這資料完以後 這裡有一個進階 它知道你選取什麼資料 進階就是把剛剛的所有的程式 然後進階成一個SEQL SEQL語法 DMX 那或者叫TSEQL 按下一步 然後這裡對好 然後輸出 你要輸出什麼 剛才講的這幾個 好 那當然你可以是進階的 剛才講說我輸出這個 那大家看進階 進階這裡就輸出什麼 Predict this as a SQL 這就是SEQL的語法 Select一個資料 From哪裡 Predict什麼 On什麼 End什麼 這就是寫的東西 那你還可以再加上腳本 你腳本做預測 做建立 做屬性 那就很複雜了 寫程式 所以也可以寫程式 你去開發一個東西 好 記得這裡 好 所以 這就是 告訴大家的一個 那個回歸分析的估計 阿康面的統計編輯資料 資料的匯入 我上次有跟大家講 我們會入Excel Excel資料集 比如講我叫回歸分析 我叫回歸分析 OK 那我的資料在哪裡 我剛才講說我在桌面 桌面的 剛才講Data 0305 開啟舊檔 進去以後 我的是工作表1 OK沒問題 所以大家看它的SQL 它是SQL Channel 1 Select from工作表1 然後這是R的語法 你也可以不看沒有關係 然後你可以編輯這個 剛才講編輯這個 你可以檢視資料在這裡 檢視這些資料 大小這些 你都可以去看這些資料 好 沒問題以後 我們講的 我們做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在模型配置的線性回歸 線性回歸這裡 我的Y是這個 那我的兩個字變數是X跟這個 我按OK 你就可以看到在這裡 語法是這樣子 其實你一樣畫葫蘆 最大最小 這是18點這個 這跟我們Excel出來 是完全一樣 那這當然你也可以畫圖 統計圖 我們剛才來講的 XY 或散步圖 我們講的3D好了 3D也跟大家說過了 那就是我們選的Y跟兩個X 3D圖 這就是一個3D圖 這就是X跟Y之間的關係 這三個之間的關係 然後你馬上就可以看出 這一些R的語法 R的語法在這裡 你可以一樣畫葫蘆去改X跟Y 所以很快的就可以知道這之間的關係 統計圖模型啊 什麼這些都在這裡 很方便 那這可能比XPS更方便 你可以把這個輸出的表格 一copy過去 就跟XPS一樣 可能還有更多 那個不需要的報表 它都沒有列出來 那這些工具 你還可以代入不同的工具 我剛才講過的 比如說我代入 Teaching Demo 有跟大家提過 Teaching Demo中間的Regression 我把點放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斜率跟Intercept會不同 那我們講的Outlier 假設這個是一個Outlier 你看 回歸直線就不一樣 這裡有一個Outlier 回歸直線就不一樣 或者它是一個 Leverage 具影響力的 好 具影響力的 那所以這很可能是具影響力的 這很可能是Outlier 那你可能就把這個Delete掉 把這個Delete掉 這個是有具影響力的 好 那這是什麼 回歸分析上面 我可以直接用R來做 Excel都可以 R也可以 然後RExcel也可以 那這就同時 教大家有這些東西 那R在這裡 你也可以直接的就用 很方便的就直接可以用 然後這是R Comment的東西 那R Comment你也可以畫圖 也很方便 好 就假設你手邊沒有SPSS的話 你直接用R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R的功能也更多 那你也可以用R Comment 去代入不同的套件 我們待會會告訴大家 Forecast 代入不同套件也在這裡 比如說我們待會會告訴大家 要代入一個Forecast 這裡有一個Forecast 我按OK 我就代入一個Forecast 那你可以HELP Forecast Library Forecast 那它就可以自動預測 我們待會會講的 ARIMA的自動預測就在這裡 這個待會會會告訴大家 所以我同時會交叉著 或者是SEQUEL R跟EXELE 或者還有所謂的SEQUEL EXELE ADD IN 讓你這些工具都能夠 如意得水 運用自如 好 那這是R 好 有的 有的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放在這裏 我們會看到